啦啦 不要 刘君 撩刘君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 有沒有 現代版的砰砰 就在這裡啦 哇 我 thrilled 阿嬤你 trabalhar啦 你行嗎 看我們現在在講 那我要看 我拿幾個廣材ber看到 就明明 他剛剛在臺灣雕ik部 剛才買了一包 別人還沒買 我非常的扮盧 對啊 搶了你飯碗怎麼辦 泡完后 對 他太厲害了啦 要去討通告 我去討通告 對 不過其實以前在這邊真的是 難怪多財多倚賺的也很多 你知道嗎 據說以前料金跟碰碰 以料金跟碰碰為例好了 他們兩個賺的錢 每天晚上那個哇 一疊一疊鈔票他們都來不及數 你拿一個布袋裝 我拿一個布袋就這樣裝 也沒有數 在那邊伴奏伴舞的打工的 就連小弟啦 收入都比當時的公務員 至少四倍以上喔 但是你知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 有利益的地方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窮吐 有窮吐的地方就是江湖 來跟著我念一次 有人的地方有利益的地方江湖 什麼叫 有人的地方有利益 有人的地方就利益 你沒有利益嗎 利益 利益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窮吐 有利益的地方窮吐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窮吐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窮吐 沒關係啦 算啦算啦 好難喔 你要知道 當年啊 這些所謂的秀場的 不管是明星啦 主秀啦 大哥啦 OK 他們雖然是日盡抖金耶 但是背後呢 是充滿了生命的威脅 我知道啊 像秀豐大哥講過嘛 他們以前 比如說他們去南部作秀 你拿風這個 你不來我這裡 林北就要開下去 真的假的啦 真的 對啊 不過我只知道啦 以前那個高林峰也好像有被槍吐 對 這個很轟動耶 不只高大哥 祖哥林也被停過槍 然後洪隆洪白冰冰都被砍過 當年喔 你沒有被砍過 沒有被壓軸過 你就是不夠紅 不是個咔啊 但是你看 他們在台上嬉笑怒罵 都大家開心 把歡樂帶給大家 但是他們下了台之後 所承受的生命威脅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大家好 我是豹哥亮 不可以失敗 所以我要对这个东山再去台湿 豹哥亮的歌乞秀 豹哥亮的歌乞秀 这菜品更变化这 台湾饮用头一剂 蓝宝石歌厅四五年级生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笑 他最早成立于民国六十四年 刚开始两百坪大小 仅设三百个座位 但因为邀请来的都是大咖歌手 所以几乎是场场爆满 大爆满 那个圆凳姿 然后圆凳姿的那种欢迎到 来个什么 大门外面摆队摆到 加上当时门票不便宜 年轻人约会带女朋友去看歌厅秀 是极为流行 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蓝宝石的成功 也带动巴德二路商机 戏院餐厅接着开 向时东南戏院 今日戏院 太阳城西餐厅等高密度集中 让这区有了高雄不夜城之城 蓝宝石经营者几度一手 直到蔡松雄 也就是前高雄市副议长 接手经营时 提拔出秀场之心 诸葛亮 就是他拍胸部保证这个人不错 才有资格亮的今天 我也很感激他今天来到这里登台 而且由我来介绍他出堂 我们掌声欢迎 极致歌王 张帝 在张帝的引荐下 诸葛亮开始登台 并以马桶盖头 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你的意思是说 全省主持人很多 你想不到这些 XXX的跌起来就对了 你这些水鸡就跳得出来 人背这些DNA跳不出来